关心中国人权 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公布了2012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中国持续被美国列为侵犯宗教自由特别严重的特别关注国 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对宗教自由的尊重度2012年还在下降 并首次谈到当局不经司法审判 就将一些法轮功学员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 美国国务院公布2012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 指出中国大陆对宗教自由的尊重度恶化 再度被列为严重违反人权和宗教自由的特别关注国 美国华盛顿时报以中国和伊朗严重缺乏宗教自由为题报道 过去一年中全球出现令人忧心和美矿欲下的趋势 媒体也关注许多宗教自由情况恶劣的国家是否有所改变 大陆对宗教自由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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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国国务院公布2012年国家是否有所改变 宗教自由报道 大陆对宗教自由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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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凯瑞指出宗教自由不只是美国核心价值同时也是普世价值 呼吁全球政府共同维护信仰自由 新唐人的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 大陆对宗教自由报道